地板睡着硬吗 还好吧 上次医生说我需要开刀吗 来我要割掉吗 我选择了保守治疗 药物消炎 这样就不用开刀了 如果不后还会发炎的话 我们到时候再看 最好不要发炎 怕疼 仔细想想 我还挺娇气的 不仅怕黑 还怕疼 你会觉得我娇气吗 不会啊 真的啊 嗯 但是想想 我的优点好像更多 会做饭 会收拾屋子 会画画 会写字 还会配衣 是 你的优点很多 不仅仅 你怎么下来谁了 想抱你一会儿 想请你名字的声音 好吧 终于再次盛开了 温如灵魂的火朵 陪着我 终于再次盛开了 终于再次盛开了 周深沉 我爱你 听见没 十一月份我们结婚 正式的婚宴 我是让你回答我爱你 谁问你婚礼了 这个 就是我的回答 晚安 晚安 给 喂 吃着吃吧 嗯 我做的肉饼最好吃了 你哥每次都能吃好几块 的确很好吃 没骗你吧 姐姐 以后放假 我能来你们家住吗 可以啊 不过你要以学业为重 考好了 就多来住两天 考不好就少住两天 那你们要是有孩子了 我还能来住吗 你 那你们还是生女孩吧 男女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一样 你们要再生男孩的话 看我就不新鲜了 不以稀为贵 这还没生呢 你先吃起醋来了 行了 你快出去吧 这样油大 小人 走 走 打牌去 呃 不去 那你干嘛呀 等着给嫂子端盘子呀 有好几盘子端不过来 的 老师 老师 只吃一荤啊 嗯 至少有两荤吧 今天没有特别想吃的婚餐 老师 你现在住的地方 是师娘婚前的房子吧 对啊 那方便吗 挺方便的 离研究所也很近 那老师 那你这些年的工资都干吗去了 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有 就是好奇嘛 实验室有的时候需要买一些东西 因为预算来不及批 所以我就经常自己先买吧 老师 以后实验室缺什么你告诉我 我来买 不用啊 特意给你买的 老师 老师你得补补 我们不爱吃 你也吃 都是你的 一个老组统 一个小组统 全都给你带走 真服了你 不怪连岁 是我带他们出来的 你还说 昨天你爸发了好大的火 你是他的心肝宝贝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都被骂死了 姐 祖叔 我走了 嗯 外婆再见 再见 再见 外婆 回去保重申请 我们有时间长去看你 好好好 小陈哪 有时间一定要来看外婆啊 一定去看你 别忘了 注意安全 慢点啊 回去吧 回去吧 你走了 嗯 好 走 等过年差不多搬了家 你舍不得外婆 就先来上海住吧 反正房子的 外婆不愿意 离开老房子 人老了都这样 我每年都让爷爷奶奶 来上海体检 好说歹说的 何时都不乐意 这周末 四叔公和叔伯们 都会到上海 我们回湖南路的老房子 住两天 好 那 这算是正式的家长会面了 十一啊 我看这个装修风格 是你喜欢的那种啊 嗯 后期装修 基本上都是我做主 呦 还没当女主人呢 就开始做主了是吧 嗯 离开 你还怕 鱼儿嫁过来受气呢 想多了 好 叔叔 阿姨 这位就是四叔公 我们家备份最高的一位 这些是我的叔叔们 四叔公 这就是十一的方妈 好 幸福 幸福 欢迎 欢迎 幸福 幸福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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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就是庆长了 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 多包涵 嗯 哪里 哪里 您老先坐 来 待会儿坐吧 来来来 请坐 谁也要泡点茶吧 哎 来来来 哎呀 打老远的过来 按道理呢 是应该我们先去看您的 应该还让您特地改次上海 受累了 哎呀 来来来 儿子 文姓 现在的状况 你心里该有个谱啊 爸 文姓这次的手术 肯定会成功的 还有 我想跟您说的是 以前我总是在外面飘着 顶不下心来 但最近我才发现 其实 我最应该珍惜的人 就在我身边 所以您放心 我明白 好 差不多了 该回去了 再等等 不着急 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 再看这么好的景色了 说什么傻话呢 你是去上海看病 病好了 不就回来了 不在客房待着 出来干什么呀 我就想出来晒晒太阳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 已经放在车上了 这儿走过去 陆太长 左轮椅太难看了 帮你过去吧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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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好 来 好 热你 好 每天你都没有 好 你不去吗 不去 你住院我能不陪着吗 我让他们炖的东西 路上给你吃 那我去拿 好 怎么了 文心的病情忽然恶化了 今天转到了上海的医院 在哪家医院 上次您住过的那家医院 需要做手术吗 等待合适的供体 心脏移植 最快下个月 那我们要不要 把婚礼延后啊 他每天都会问我 也会问母亲 手术之前 能不能看到我们结婚 其实我觉得 我们的婚礼正是时候 你也不用给自己 太大的心理压力 我们明天去看看他吧 新娘子 好久不见了 坐 坐 好的 听说你生病了 现在怎么样啊 我早好了 周家大少爷呀 性子急了点 婚期太近 给婆婆的时间呢 太短了 我这儿只有六套礼服 还都是初样 估计我还得再来个三四次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婆婆 你下次做好了 提前告诉我们 我们过去就好了 那倒不必了 你大病初愈 需要调养 再说文姓 是在上海的医院里看病 我来一次呢 可以看到你们两个人 王妈今天没来吗 她在上海 不过怀孕了 不方便出来 婆婆 喝杯水吧 谢谢 谢谢 新婚夫妇 试礼服一定有好多 悄悄话要说 我这个老太婆就不听了 我扶您出去 好好好 看吧 看吧 我们怀孕了 谁的孩子 周温川的 童家人和周温川的事情 我知道的也不是特别的多 先试衣服吧 让你们看看 是昨天才能做beiter 还能做事吗 有点好 让他们做事 让他们做事 我来个公司 他没有做事 没做事 你真好 经常住在病房里呀 精神好不起来 应该多出去走走 好 外婆 吃完饭我就下去走走 好 文姓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青团 我这两天真想吃呢 快尝尝 怎么样 怎么样 好吃 你那位生日什么时候啊 快坐好了吗 让老客户们先等着 先紧着你的坐 看十一月 天蝎做的 十一月 对 林医生说 再等等 刚才没见到 以为你今天不在医院呢 我去见医生了 文姓说想送婆婆出去 顺便在楼下晒会儿太阳 有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你们两个人难得来陪她吧 还有几个报告没出来 我去催催 好 进去吧 走 我的生日在农历九月 那快到了 希望在那之前能做完手术 能出院就最好了 一定会的 农历九月 是菊月对吧 也就九月和十二月最好几 一个是菊花盛开的季节 叫菊月 一个是冰天雪地的季节 叫冰月 小时候老是被逼着记这些 现在全忘了 这些都用不上 补记也罢 可没醒喜欢 上次你送她婊子的句子 她记到现在 残柳枯河没如故 你说她三十几岁的人了 到现在还找不到老婆 不会这辈子都找不到了吧 大哥 你说她交过几个女朋友 我没问过这个 我怎么知道 我没问过这个 不说实话 你们的婚礼呢 务必要办得甚大 我一定会去的 一定 你先养好了身体 等各项指标都合格了 先做手术 手术晚点做挺好的 我要是患了别人的心 最喜欢的 不是你这个大哥了 怎么办 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只在乎你是否健康 戴嫂 你怎么受得了她 理性地不像个正常人 那怎么办 忍着呗 你 他嗯 你 先 我 我 我 你 是